7月30日,那英发布常文《港凯好声音》已经10年了,他表示10年前,自己第一次下定决心从歌手转型导师,当时纯粹以为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,没想到他却变成了自己职业生涯,乃至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印记。 如今眼看着整个中国乐团,一个个被大家所喜爱的年轻歌手们,好多都是从《好声音》里走出来的,甚至经过这些年的历练,依然出泪拔萃,变成了整个中国乐团的中间力量,我打从心里为之骄傲和自豪,我觉得这就是我曾经没想到但一直很希望做到的,所谓的传承。 7月30日晚,新一季的《中国好声音》开播,从第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开播到现在,已经过去了10年,本赛季将采用前新升级的4加4模式,纳英、汪峰、李荣浩、李克勤四位重量级导师,前手导师助教吴莫愁、吉克俊毅、张碧晨、黄霄云登上《好声音》舞台,纳英在《好声音》的舞台上战绩辉煌,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员,此次他将搭档自己亲自带来, 带出的冠军张碧晨,华丽回归,让人期待。